在重症的部分有 五位的這個小朋友 都是這個12歲以下的 那其中有四位是 miss C 那另外有一位是肺炎 那從年紀最小的開始說明 最小的是二歲 兩歲女童沒有慢性病史 7月3號 曾經確診過新冠 在大概20天後7月23號 開始有發燒 合併這個嘔吐 腹瀉 腹痛 食慾下降的這些症狀 那在25號 所有家人帶往急診 那在急診這邊有懷疑 是miss C 以及急性腸胃炎 所以收治住院 目前還在一般病房當中治療 第二位是三歲 男童 也是沒有慢性病史 6月17號曾確診過 新冠 7月21號開始有發燒 合併眼睛 腹腫 後來還有再出現咳嗽 便秘 食慾下降 等這些症狀 在24號的時候 因為嘔吐的關係 家長覺得症狀比較嚴重 所以帶往急診 在急診這邊也是懷疑是miss C 所以 收治住院 目前也是還在一般病房當中治療 第三位是5歲女童沒有慢性病史 6月3號曾經確診過 新冠 7月19號開始有發燒 後來也出現全身的皮疹 紅眼 嘴唇腐腫腫 跟腹痛的這些症狀 帶往急診 那在急診這邊已經有量到血壓病 因為有疑似是miss C 所以有住到家戶病房去 不過預計大概今天的下午會轉出家戶病房到一般的病房去 因為病況有改善 那第四位miss C的小朋友是9歲女童沒有慢性病史 6月17有確診過新冠 7月17開始陸續有腹痛 發燒 腹瀉 嘔吐 等這些症狀 在7月22號的時候有家長帶往急診 那在急診這邊已經有量到血壓偏低 所以懷疑是miss C 有出現一些類似休克的一些症狀 那經過腹部電腦斷層的檢查 也有發現他的腹痛原因 可能是因為有這個急性藍尾炎的關係 有看到這個急性藍尾炎的症狀 收治到家戶病房 那使用內固醇抗生素 以及免疫球蛋白 等等這些藥物來進行治療 那目前還是因為這個miss C跟急性藍尾炎的關係 在膠病房當中治療觀察 不過病況是比較穩定了 那最後一位是12歲的女童 她本身是有慢性病史 她有一個先天性的神經肌肉疾病 長期在家使用鎮壓的呼吸器 在7月22號的時候 有發燒 喉嚨痛 咳嗽 有痰等這些症狀 進行快篩 是陽性 那帶往急診 在急診這邊的X光檢查有肺炎 所以住院在膠病房當中使用呼吸器 並且也有給予瑞德西韋等這些藥物治療 目前的病況是穩定 仍然在膠病房當中治療 那後面的這兩位9歲跟12歲的女童 都是有接種過一劑的疫苗 都在6月初的時候